早上好 这个政策网络第二年举行会议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方面演变的情况 根据我们发布的政策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这个文件 然后呢 还有一些点评 还有一些互动 那么主要是这个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 这是政策网络 每一个为这个文件的准备做出贡献的志愿者 有些在台上有些在台下 特别感谢你们所做的贡献 Win 现在就请您来主持 让我们继续 谢谢 我们有一个PPT 刚才你介绍了日程 我叫Win 问这 我是负责 那么这是一个IGF闭会期间的活动 也就是说 秘书处作为一个咨询的机构 对我们的活动提供支持 所以就有关互联网 这个碎片化政策网络 简单说几句 它是一个闭会期间的一项活动 也就是说 不光是在开会的时候 进行的活动 我们在五月之前就开始了 那么互联网水平化政策网络 还有其他一些政策网络 但是这个政策网络呢 主要是 大家对这个 进步讨论 对开放互联网和相互操作 互联网口中风行的 基础政策 法律和监管措施的行动的 进步的认识 那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 刚才Bunner说 这是第二年了 我们举行这样的活动 我们 主要是 要了解一下 碎片化 它的含义 这样的话提供一个 系统化的全面的 这样的一个评估 然后呢 会收集一些案例 具体的例子 第三个问题是 是怎么做 怎么样来避免碎片化 那么再回顾一下 去年我们所做的 我们也涉及了 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 要定义 然后采取行动 比如说 我们 开了网络研讨会 比如说 互联网碎片化 对你意味着什么 然后呢 这个可以做什么 有谁来做 那么通过这样的 网络研讨会 和我们的讨论呢 我们主要是 这个现在还不能够 对它进行 定义 所以呢 我们主要是 促成这方面的讨论 但是到现在为止呢 现在不能进行 完整的定义 而且碎片化是什么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因此呢 我们搞了一个 礦架 就是我们可以说 就是把它归成三类 那么每一个方面 我们都会展开讨论一下 这也是我们去年所做的工作总结 也就是搞出了一个框架 比如说碎片化指的是用户体验 然后碎片化的互联网治理和协调 还有互联网技术层 或者是互联网架构的碎片 这就是我们搞的三个方面的总结 而且这三个方面不是相互孤立的 他们都是相互重叠 相互作用 在史特尔点评之前呢 这是讨论碎片化的一个框架 我们并非想进行定义 我们通过这个框架 来进步推动这方面的讨论 因为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首先讨论一下 利益相关方是谁 然后呢 尤其在互联网碎片化方面 这个利益相关方是谁 但是呢 在三个层面 他们涉及到不同的 这个利益相关方 我想这也是我们去年主要的工作成果 那么第二点我想讲的是 那是来自这些不同层面的一些指南 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碎片化的问题 他们是相互补充的 所以最后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讨论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了我们去年所做的工作 这就是去年搞的这个框架 然后今年的一些工作的要点 那么我想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的工作要点 我们在共同推动这个政策网络的工作 很高兴听到大家的一些意见 那些起草人 点评人 他们也会对我们今年的工作 发表意见 所以大家在日程上可以看到 我们会后也会听大家的反馈意见 那么今年做什么呢 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推动 也就是说在去年框架的基础上 来了解互联网的一些概念 这个问题我们都讨论过很多次 我们搞的这个框架 它是一个工具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 互联网水平化是什么 所以今年我们将进一步阐述 也就是刚才讲到三个方面 进一步阐述 和分解 用户体验 技术层 还有互联网治理和协调 我们把每一个领域拆开 然后了解每个领域 它的优先是什么 哪些是有害的 负面的因素 然后呢 看看能做些什么 然后呢 提出一些行动的建议 所以我们期待着 听到大家的意见 听听大家的意见 是否这些建议可行 或者是错过了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把它分拆 来看看大家觉得 我们的工作的重点 在什么地方 我们这样来做 我们这个把这个框架拆开 一个一个来看 大家看一下PNIF网络 看一下讨论文件 这个网站去看一下这个文件 然后在第二部分的时候呢 大家呢 对我们的介绍呢 做一些反馈 首先呢 我想对每一个这个轨道 或者每一个环节做一个介绍 我们的起草人工作 非常的努力提出了这些文件 所以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他们会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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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是科学英国科技创新部的官员 他是负责有关互联网治理和协调这一章节的负责人 那么我想你有三到四分钟的时间 是否您给介绍一下 您来介绍一下这个章节的情况 以及为此提出的有关随便化的一些建议 谢谢Shita 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我想我们的主要要点是抛砖引玉 就是多立相关防控的组组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观点 确实互联网碎片化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所以特别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高见 尤其从更广泛的角度 所以我特别的邀请就这些挑战 这些工作要做一些深度的交流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有关互联网治理方面组织化 这个章节的情况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 那么我们这个多立相关防工作组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在这个治理的碎片化 它是涉及到 这个全球互联网治理标准机构 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这些机构不能包容的进行协调时 那么确实就会导致碎片化 那么这种碎片化可能表现为孤立 或者是重复的讨论 而且这样特定的群体排除在参与之外 导致在没有争求全球多立相关方 共识的情况下做了决定 所以呢 在治理层的碎片化 也会对其他层面 比如说这个技术和用户体面层的碎片化 产生连锁缓印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 碎片化出现了什么地方 在这个层面 我们有一些结论 首先呢 任务的重复 在不同的机构之间 互联网这两方面的目标 重复会造成 不同机构之间的职责混淆 而利益相关方呢 也不知道在某个具体的领域 应该和哪个机构去接触 另外我们注意到的一点呢 就是在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的群体当中呢 我们需要让 一定要有充分的包容性 让各方呢 能够充分的参与 这样呢 平等的参与 是解决困难之道 最后一点呢 是要在正确的层面 去采取正确的行动 如果每个政府 或者是部门 对互联网的治理 都各行其事的话呢 有可能带成 过大的差异化 所以呢 各国的政府 国际组织 国际机构 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呢 要进行充分的协调 这也是多利益相关方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好 所以 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呢 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当然这是 我们也是希望呢 能够听到在座各位的更多的建议 其中呢 就是不要再建立互联网治理的新的机构了 因为呢 互联网治理啊 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复杂 而且呢 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也有这样的体验 围绕着 包括围绕着互联网治理呢 有各种各样的论坛 会议 机构 每个人 大家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我们的资金也是有限的 所以呢 如果把互联网治理的复杂性 进一步的扩大 可能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 无法的有效的参与到互联网治理的讨论当中 因为有那么多的新兴的机构出现的话 大家也没有资金和时间去参加这些活动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的另外的一个建议呢 就是要进一步的提升现有的互联网治理机构之间的协调 这样呢 来帮助解决人们认为存在的 或者实际存在的差距 也就是说 现有的互联网治理机构之间的进一步的协作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的第三个建议呢 就是公共政策的讨论呢 要去除条块分割化 所有的互联网治理的机构呢 对于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要体现出充分的包容性 真正的体现出多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认为呢 如果做到这一点 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互联网治理的碎片化 最后一个建议呢 是我们建议啊 现有的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机构呢 必须和各个国家的政府呢 更加深度的接触 此前我们也提过这样的分析 要让各国政府和互联网治理机构之间呢 是一个双向车道 那么这样呢 在各国政府立法的时候呢 通过和国际互联网治理机构的对话呢 他们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呢 能够推出合理的立法 与此同时呢 国际治理机构也应该和各个国家的政府 去充分的接触 来确保各国家的政府呢 知道在全球治理层面正在做那些工作 以避免工作或者是措施的重复 好了 我就先讲到这儿 我们接下来呢 也会讲我们的工作当中的挑战 和更多的建议 好 下面请Jordan Carter 我非常高兴 能够给大家介绍 我的一些建议 而且呢 也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吧 讲一讲我的想法 首先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头 围绕着网络治理的碎片化 其实在这个文件当中呢 观点也讲的是非常的中肯 我同意这个文件当中的分析 最终呢 我们要再次强调广泛参与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标准化组织当中 以及全球治理的组织和集中 比方说 比方说I can 参与的过程当中 有对于一种 就过于偏重于西方的参与 这样的一个缺陷呢 是无法否认的 我们应该鼓励 更多的南方国家的参与 来避免碎片化 那首先呢 互联网治理的碎片化的定义 我们也讲到了 要在国际组织和标准化组织当中呢 进一步的推动 对于治理碎片化的 更加广义的定义 那么因为实际上 想实现治理的话 重要的一环呢 是各国政府 如果你在互联网治理的过程当中 不能够有效的 和各国政府 以及各国政府制定的政策 和措施打消道的话呢 只会使我们的工作呢 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这个挑战呢 也是希望大家要注意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部分挑战 就是互联网治理本身的概念 也在受到质疑 什么叫互联网治理啊 这仅仅是对于互联网 进行治理吗 还是指 更加广义的数字化治理 数字治理 那如果讲到数字治理的话呢 就会牵扯一个 更加宽广的基础设施 另外一个 值得我们考虑的 和治理碎片化相关的问题呢 就是 很多互联网治理的技术机构 他们的授权过于狭义 过于狭窄 那么这样的授权 这样的任务的确定 虽然是有意义的 但是过于狭义的定义呢 让这些机构 没有办法系统全局的来看待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机构呢 他们都在自己的条块分割的授权当中 去工作 而缺乏通关全局的协调 所以我认为呢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当中呢 我们也要有一个通关全局的思路 来解决水平化 这篇 这个文件也讲的 讲到了 要进行更多的协调 并且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我也 非常的赞成 但是很多互联网治理的 机构当中的人员呢 他们 之间 在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的基础之上 就可以进行更多的协调了 而且有一些协调工作 已经启动了 所以 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呢 是这些治理机构 治理组织啊 他们真的是要去 好好的去彼此协调 来共同面对 他们所面临着的挑战 对于今天的治理模式呢 也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优化 我也 非常赞赏文件 提出了 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 倡议和措施之间的彼此重复 最后一点 就是机构的重复 重复建立同类的机构 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比方说 IGF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要得到更加重复的利用 最后一点 我想建议的 就是从互联网治理的角度来说 我们应该更加宽广地去考察一下 基于多利益相关方的 和基于多边主义的 监管和法治框架 应该更好的发挥出效果 而且和互联网治理之间 起到一个彼此 像BIGF这样的机构 彼此和政策的决策部门之间 起到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 让相关的决策部门 在做出决策的时候 能够了解像BIGF 这些机构已经做的工作 做好我的简短的评论 就先讲到这 非常感谢Jordan Carter 那么待会儿 这个框架当中 我们的每一条 我们都会来做一个梳理 但是在我们 在开始讲之前 我们也从社群当中 得到了反馈 在我们公布了这份文件之后 我们也要让社群的反馈 能够让大家了解到 比方说在互联网治理协调的 这一章当中 有一个反馈 就是要提供具体的例子 来说明治理的碎片化 是怎样产生的 那么以及在这个文件当中 像缺乏协调和碎片化 实际上是由多个平行的 或者是彼此重复的 国际进程造成的 那我们如何能够通过 更好的合作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说呢 来解决碎片化的问题 所以在这儿 也就是这一章 主要想讲什么 是不是要讲一讲 现有的各个进程之间 有必要彼此协调 是不是这一章的重点 Jordan Carter刚才也讲到了 要确保前后一致的协调 更加宽广基础的参与 晚些时候也会再问 Jordan Carter 和包括在线的参与者 大家对于成立什么样的 具体的机制 有什么样的见解 以及有没有现成的例子 来说明如何来推动 我们讲的这种协调 好 在我们进入第二章的 讨论之前呢 我想请Victorio Batola 他也是这一章的 共同起草人之一 是我们的起草小组的 这一章的共同起草人之一 我知道Victorio 是有很多的头衔的 我也不知道 怎么样介绍你才最好 所以呢 还是请 请你自己挑选一个 你想介绍给大家的头衔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年当中做的工作 在互联网治理碎片化的视角之下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说 我们有哪些的发现的问题 以及建议 因为这张的篇幅还是很大的 在我们的讨论文件当中 三到四分钟做一个归纳 祝你好运 我也参加这里的讨论 已经有25年的历史 我来自于主要的一个头衔 来自于德国的一家开源软件的公司 我们讲到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说 讲互联网治理的碎片化 我们刚才讲到了多个利益宣传官方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说 我们希望去推出一个广义的定义 完全开放的定义 也就是说能够让不同的互联网的用户 在网站当中获得一致的体验 否则就是一种用户体验的碎片化 那么这样我们既要找到它的积极面 也要找到它的消极面 在很多情况下体验的差异化是需要的 让用户能够获得定制化的内容 或者对他们的隐私权 其他的权利进行有效的保护 所以这种体验的不同 本身是有它的积极面 有它的必要性的 在不同的网站当中获得不同的体验 这是它的积极面 然后我们要讲一讲 体验碎片化的消极面又是哪些 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消极面的案例 要每一个案例个案来看待 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广义的定义 我们找到了几个优先的事项 然后逐一对之加以讨论和化解 因为在每一个事项当中 我们的需求也不一样 需要考虑的因素也不一样 那么对于这样的碎片化 主要有两个主要的来源 无论是有的时候 政府出于主权和其他的考虑 会让本国公民使用互联网的体验 会进行一个调整或者是修改 那么有一些全球化的平台 他们想打造自己的生态系统 生态圈 想预防防止自己的用户 跑到其他平台去 这又是出于业务的目的 就是说有两方面的力量 一方面是政府的力量 另外一方面是企业的力量 就是全球化的大平台的力量 造成了碎片化 我们有六个优先事项 首先就是想关闭互联网这样的行为 这是一个用户体验的问题 还是一个技术问题 但这首先是一个消极面 是一个体验差异化的消极面 有人说有时候官网也是必要的 是积极的 我不知道这到底指的是什么 这要是每一个个案加以看待 我们的第二个优先事项 就是一个国家内部的 对于互联网的限制 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 对于其他的司法管辖 就和其他国家公民的影响 第三个用力 就是对于用户的选择 无论是政府 以及全球性的互联网平台 对用户的选择施加限制 另外我们也讲到了 像国家层面的内容检查 新闻检查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 这样的案例能够举很多 我们也不可能一次就提出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出一些 广义的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的想法 就是我们的默认的原则 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 同样的方式去访问网络 而且如果这种差异化定制化 是用户主动要求的 那我们也能满足用户的 差异化的需求 但是我们现在要预防的 就是第三方把这种差异化 强加给用户 在用户没有要求的情况下 所以从全球互联网的使用体验上 无论是一个国家的政府 还是一个企业的决定 造成了这种体验的差异 我们要对这加以判定 同时我们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 协调化和国际达成一致 首先要界定这样的一个协调化 意味着什么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自由的选择权 也就是用户有权利使用 他们如何来使用互联网 除非有非常重要的原因 来阻止他们有自由的选择权 一般来说要给用户 自由的使用网络的选择权 好 感谢大家给我这个评论的机会 非常感谢 讲得非常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新通部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讨论 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所在做的工作 是在确保信息的获取的自由 对于隐私的保护和言论自由的保护 而这些原则都由于互联网治理的碎片化 受到了影响 在过去一年当中 我们在这个方向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实际上用户体验的碎片化 是最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因为用户体验的碎片化 它有它积极的一面 比方说有一些用户 它要求得到定制化的内容或者是体验 那么另外一个它的消极面 有时候用户它不是自己要求的 它是被强行阻止去获取某些内容 那么这个讨论文件 主要是关注了消极面 这部分的讨论 主要是讲到 有一些机制使得用户受到了追踪 或者是会被孤立 不能够有效的去访问信息和内容 讨论文件当中 也讲到这样的做法 也造成了互联网用户体验的碎片化 这样让不同群体 不同地区的用户 他们访问的是同样的互联网 但是却产生了不同的视角 这个说法是没有问题 但是讲的还不够细 不够的明显 那么刚才听到这一讲的时候 我们也听到 那就是用户体验碎片化的消极面 它是影响到了所有的用户 一方面不允许一部分的用户 去使用部分的互联网服务和内容 那么对于另外一些用户来说 这样的限制 使他们的言论自由和访问信息的自由权 受到了影响和限制 但是与此同时 那些没有受到限制的用户 他们也无法和这些受到限制的用户 去自由的交流 来从他们那儿去获得信息 所以呢 产生的影响就是这两类人呢 他们就渐行渐远 这个缺口越来越大 信息跟知识 渐行渐远 很多时候呢 也是因为政治的原因 那就可能会造成两极化 就从线上就影响 就到了线下 不仅仅影响互联网的使用者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尤其重要的话题 在交科文组织呢 我们有一个罗马的一个原则 来管这个互联网 因为它必须是所有人都要可以用 而且呢 应该是要遵循人权的 要保护人权的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遵循这个开放和可及 这都是关乎人权的 说到这个碎片化呢 它本来就是一种单一的这样的一种 单边的这样的一种作为 就有一些分裂化 或说是碎片化 这篇文章里面我特别喜欢的呢 就是里面讲到了 这个碎片化 这个词 尤其是自由选择学 还有可及性的质量 还有提高它的体验等等 这跟现在的原则并无二致 而且呢 跟这个人权的框架也是非常契合的 我们这个报告呢 已经开始收到了很多的评论和建议 比如说要在 就是保护用户的体验 必须要基于人权的这样的做法 现在全球呢都对此 达成了一些普遍的一些共识 有一些法律的基础 我们应该要去考虑这种 自由言论权的这个合法性 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挺重要的 应该要加到文章当中去 我们已经讲到了 就是评论当中 已经有一些意见了 就是一些内容 你是有合法性 你去阻拦它的 然后它可能有合法的目的 也是符合民主社会的 这些做法的 你比如说暴力啊 色情啊 煽动暴力的这些内容 你去阻挡它是合法的 但文章中没有讲到这些 就是如何把这些不同的内容 给它区分开来 我觉得下一个版本当中呢 是不是可以加上这些内容 可以提到一些 一些相关的意见 就是哪些是合法的 哪些是不合法的 总结一下 就是这篇文章呢 它是不是也可以 再讲一些缓解措施 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讲一讲 数据的这个移动性 包括互操作性 如何减少回应币的效应 都是这个就是碎片化 所造来的这些 包括我想虚假信息的 这些问题 是不是可以加进去 要感谢大家 给我这个机会发言 非常感谢 讲得非常的好 而且呢 你讲得非常的积极啊 关于我们的这个内容 你讲到了我们在网上 得到的一些意见 包括书面的意见 真的是非常的有建设性 非常的有用 大家可以到我们网站上面去看 很多呢 都是在讲 说我们要讲得更具体一点 包括一些术语的使用啊 还有人权的标准 跟它的这个关系 包括还有碎片化 带来的负面的用户体验的影响 还有呢 就是负面的 不好的这样的用户体验等等 很高兴您刚才提到了这些点 因为我们 待会儿在请您发言的时候呢 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再提 这些相关的这些意见 需要感谢 刚才跟我们的分享 下面呢 我们在讲下一章 是讲技术层面的 分裂的 我们的作者呢 都在这 我们 Colman 他在这呢 请他发言 Colman给我们讲一讲 技术层面 然后呢 就会 是 他呢 会 再做一些回应 然后呢 就请观众 提问和评论 进行互动 Olaf 下面请你发言 非常感谢 我叫Olaf 我是 负责 信息 互联网社会的 协会的工作 我们讲到这个 互联网的技术架构 它就是 应该是我们的 网络的网络 来帮助我们实现 全球的连接 有八万个网络 连接在了一起 打造了全球的互联网 下面是有 最基本的 架构的 这就是互联网的 技术 基础设施 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呢 我在这儿 不会在跟大家赘述 我们这一章节当中的细节 但在这儿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 去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是一个 不断进展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很多利益 相关方加入进来 给我们进行了评论 和反馈 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我觉得现在 大家都在关注 也是挺好的 我们这一章呢 刚开始的时候 是讲到 技术的分裂 这也现在定义的 并不清晰 当然有一些 定义 Borchel Hartman 他们去进行了定义 讲到了 现在有50%的 这样的IP地址 是 接触不到另外 50%的这个IP 那它就是一个 非常分裂的互联网了 一半的人 接触不到 接触不到另外 一半的人 我们不想 要这样的一种情况 你在掉头发 那你比如说 掉了50%的头发 我觉得那你就是 秃头了 那怎么样来避免 就是秃头呢 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这个分裂啊 并不是说 大家选择不去运行 你比如说 在我家里头的网络 我的家里头的这个网 不一定要非要连接起来 你是可以有这样的选择的 昨天我们有场会上 里面就讲到了 我们有好的分裂 也有坏的分裂 我其实挺喜欢 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去中心 它也不是分裂 就跟连接一样 因为你选择不去连接 那这就不叫分裂 那这就不叫分裂 暂时的要去绕开你的这个连接的这种方式 那它也不叫分裂 那怎么来定乎分裂 那怎么来定乎分裂呢 那怎么来定义分裂呢 我觉得这很难 我们的做法呢 有很多的这样的模式啊 我们就讲到了 就是我们互联网协会呢 我们就在定义这个关键的 这个特征 就互联网的这些关键的特征 用非技术的这样的语言来讲 当然这个是 灵感呢 是来自网络的架构 如果说你没有这些 你再朝这儿远离的话 那你就可能就变得 更有更高的可能性分裂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public core 这个是荷兰那边的 一个智库所提出来的 后来呢 又进一步的进行了定义 就是全球网络空间 稳定 委员会又重新进行了定义 我们现在呢 也是在探讨这样的方式 它有可能会导致分裂 用这样一种非技术的框架 就框架里面就不会具体地去描述 使用的技术 那我们就能够让变革得以发生 因为互联网还在不断地在发展 那我们也要不断地去跟着它变化 我们关注的另外的分裂的一个方面呢 就是讲的是端的演变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routing有很多的 新的做法 那这些私人公司呢 他们就有不同的做法来更加的接近用户 那它就可能会扩大数字鸿沟 它本来用户 就是用户它有的是接近这个架构的 有的可能离得比较远 那这个鸿沟就越来越大了 它可能会影响到用户体验 可能这个有的就好 有的坏 互联网呢 它的可能在连接比较好的地方呢 它就发展的比较快 而其他的地方不一定是这样 这些呢都是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重要的一些框架 我们的文章中都有 再讲一讲呢 我们所提出的建议 建议呢就是要去看这些框架 用这些重要的这些内容 来确保我们能够保护好这些财产 提供一个框架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共同合作 如果说用户的端有分裂的话 但我们依然有一个全球的网络的话 我们还是有机会去在用户的层面 又再把它又统一起来的 所以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要确保我们能够保护好这些资产 我们要共同合作才能实现这一点 现在我们非常的缺乏措施来真正的去关注 就是长期的去观察 来 了解 这种分裂所带来的影响 究竟是什么样的 看如何发展 如何演变 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创新性的思维 提出一些措施 看看如何来评估 技术层面的分裂 一旦有了提议 不管是政策层面还是技术层面 比如说标准化 那就要对他们再来进行评估 看一看 如果说我们没有互操作性 比如说没有办法连接 那它会承受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要共同的一起来做 多利益相关方这个做法非常的好 能够确保 不管是私人部门 还是说是技术的开发商 包括民间社会 还有政府 大家都能够确保 我们是团结的 有合力的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努力也不能够是割裂的 谢谢 谢谢 我们 看看有位先生的嘉宾 在哈 在的 非常感谢啊 总结得非常的好 我就在讲几点 我觉得重要的内容 我觉得我们 要强调的一点呢 就是互联网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一种网络 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的一个枢纽 是大家一起努力来打造这样的大的一个网络 这我们要去保护这一点 这不是分裂 它本身从设计上来讲 这些网络它就是独立的 就是去中心化的 真正的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呢 就是技术能够带来互操作性 我觉得刚开始做得挺好的 这些的技术呢 都是大家不断地来 被开发出来 然后也没有说是非要统一地去管理 这是参加的第一点 第二个 我们讲到了这些重要的这些资产啊 就包括开放性 它的重要的特征 就包括开放性 新的技术呢 也都不断地带到互联网上来 你比如说 我们有IPv6 然后现在上网的人越来越多了 有40多亿人了 那我们又要再去在上面 再去开发一些新的一些技术 这些技术呢 都是先驱者 或者刚开始的互联网的创始人 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去加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技术 然后去让世界各地的人 能够开放地连接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保护的一点 刚才大家也提到了这一点 还有 还有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互联网的 它的 不同的这样的层面 我们 有不同的这样的 有高层面的一些架构 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应用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是要再继续去采取这样的做法 保护这样的做法 刚才Malio讲到了内容 那么问题就是 这个内容的过滤是在高的层面做 还是低一点的层面做 我觉得应该在高层面去做 因为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大家保持这种连接 还有很多的这些法律 不管是国际的 国内的 还是地方的 它都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在第一层面的做的话 那是很难的 各地的做法不一样 所以应该在高层面来做 那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里面 给了我们很多的 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多利益相关方的 这样的做法 比如说像欧洲啊 它那边有一些 立法能够帮助我们 更多的进行沟通 还有呢就是 包括在通信方面的一些层面 都有些动作 我们的这些政府啊 政策机构啊 还有技术界 都应该要继续努力 来确保互联网的开放 让大家能够继续保持连接 测量 这也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在这方面加倍努力 要有 在全球 要有更多的这样的测量 应该要有一个平台 给大家使用 我们应该要 打造 不同的平台 这样大家能够在这平台上 去进行实验 使用上面的工具 那么使用这样的平台来进行评测 制定一些指标 对这个水平化 必须要出台一些评估的层数 我觉得多利益相关方 这个工作非常好 我完全的支持 我们需要协力合作 这个吸取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 那么我觉得 最后一点 这个88年的时候 讲到一些互联网的原则 我觉得对很多那些搞政策的人说 让他们了解技术方面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好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谢谢 感谢您线上参会 我觉得得到您的反馈 就这个章节 得到您的意见 当然包括对其他章节的 一些反馈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 如果这方面还有更多的反馈的话 也可以及时的分享 你讲到这个定义 属于这些这个阐述啊 产名啊 我们也听到了 Bruno 他在主持这部分的 他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想听听听这方面的大家的意见 是的 那么现在是要听大家的反馈的意见 我们这个会场呢 我们这个会场呢 都有很多的 有麦克风 大家可以这个随时用来提问 当然我们的优先是给线上提问的人 所以这里有一个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怎么样 覆盖每一个公民 尤其是 克服 这个 语言的障碍 如果说这个 所有的内容 翻成本地的语言 非常好 那么人们越了解这方面 互联网面临的风险 他们越愿意这个 做出努力 来捍卫他们的自由 大家可以继续提问 然后可以把这个 让他们一起 回答 我想点评一下 不是问题 有关技术碎片化 大家都在讲互通互联 Heidman 50%的定义 50%从数学上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 不到 50% 那就是 或者超过了 这就有互联网了 但是呢 如果不到互联网 就等于没有 但问题是 刚50%的话 怎么定义 我想说的 我想说的是呢 不光涉及到互动互联的问题 也涉及到技术创新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站位 不能够推出新的产品 因为互联网本来应该有扩展性 如果不能扩展了 如果不能够在IP层级 推出新的议定书 这就是设计的原理 也就是说 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扩展 这是我们的初衷 如果就失去了这种 不断更新的 升级的能力 那么就会导致碎片化 或者非常负面的后果 也就是说 没有技术创新了 不能更安全了 不能更灵活了 不能更快了 或者是不能更好的性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达到了天花板了 不能有进步了 也就是说 不能够再为社会带来的 积极的贡献了 当然我们还是互相连接的 但是它起的作用就小了 谢谢 好的 第二个问题 或者是第二个点评 感谢网络政策 政策网络 感谢所做的工作 所以呢 帮助我们了解互联网 这个 这个 碎片化 技术方面的用户体验啊 碎片化等等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 这三个方面 在政策和程序方面 我觉得 总的来说 大家是 有这样的 一致力 我们不想碎片化 不像有一个碎片化的互联网 我想呢 这点非常好 但是我们有一个担心 在国家 某些地区啊 他们有一些政策承诺 它只是代表 那个国家和那个地区的 既得利益 它代表 那个地区和那个国家的 经济社会的利益 这是一个现实 那么这种框架 这种承诺 这种协议 或者是条约 它只是代表 这个地区 那个国家的利益 那么 你觉得 这是一种分散化 或者是 它只是说 它确实反映了 那个地区的利益呢 那么 我觉得 虽然有一些地区性的安排 但不能够 和互联网 这个全球互联网发生 应该 不能够跟这种整体的安排 有冲突 那么刚才讲到 五个参数 比如说 那这 代表了基本的原则 就是 这个 用户使用的最佳利益 他们的利益 不能够得到伤害 这是我们的 基本的原则 也就是说 我觉得这应该是 成为一个国际的 基本共识 就是不能够伤害我们 不能够 伤害我们的用户体验 那么 我们讲到了 相互可操作性 还有这个去中心化呀 分布式 这不是 这个 碎片化 那么 但是呢 相互可操作性 这是很多企业的焦点 我希望呢 这样的情况 可以继续 数字鸿沟 再回到用户的体验 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它带了很多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在某些方面 是 用户体验是受控的 也就是说 根据这个 根据某一个阶层的 社会定位来定义 和这个 来界定它的 互联网的体验 从而限制了它的自由 和体验 当然 从技术角度来说 我们 从用户 从技术角度来说 我们的用户体验 完全 持开放的态度 但是呢 确实有很多 非技术的政治 社会的因素 在干扰 好 谢谢 我想接着讲 就是那些坏的 碎片化 和那些 就是一些 互联网固有的一些 这种安排 碎片化的安排 我们发现出现了一些 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 一些碎片化的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 那些灰色地带 首先 有害的 碎片化 指的是那些 这个竞争对手呢 这个封锁了 某些接触和接入 或者是某些国家 出于什么目的 限制一些准入 比如说互联网 但是 Facebook比如说 也是有碎片化呢 因为它妨碍了 这个 这个某些人 不能进入 这个Facebook 但是某些人认为 这不是碎片化 它只是互联网 上面的一个 应用程所做的安排 然后又说 Facebook不是 互联网 3W 也不是互联网 那么从用户的角度来说 它们就是互联网 但是呢 它又实际造成了 互联网的碎片化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 好好地考虑一下 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 因为我们 他们又没有 我们没有通常想不到的方式 改变了用户的体验 大家想象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我觉得需要这方面 进行一些思考 谢谢 我觉得未来的一个方向 是每个人自己的IP地址 那么 现在呢 现在就是出于成本的角度 就是每个人拿到自己的IP地址 是有困难的 但是每个人获得IP地址 是我们的目标 在日本 日本 在90年代出台了政策 日本政府出台政策 搞了全国的一个交换的体系 也就是说呢 让ISB成为个人的地址 使用软件每一个用户 在进入的时候 在网络上的时候 都有一个IP地址 所以呢 我觉得 从网络把IP地址进行脱钩 是可行的 也就是说 把它从基础层面 和这个基础架构来进行脱钩 这是可能的 这方面 我们这个进行了很多的讨论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考虑下这样的选项 您讲吧 感谢 专家族 感谢这个报告 我叫罗菲迪德 是巴西这个青年代表团的成员 保护民主 保护保卫政治 捍卫政治 尤其在数字领域 非常重要 但是它导致了 这个碎片化 我们 也是这个 在用户实验方面 碎片化 我们做了一些体验 出台了一些措施 警告大家 这方面的风险 那么刚才您讲到 那么 那么 汉民主 和这个有害的罪名 之间保持平衡 是很难的 我想问一下 是否可以使用 这个用户体验的角度 来争取获得一些平衡呢 那么是否有可能 用这样的方式 来争取 得出一些解决方案呢 谢谢 我也理解这个这方面的工作难度 我想问一下 你们 继续在各地区 跟各地的领导人 就是在这个 自由的接入 互联网这方面 将继续这样做 是否 有这样的说法 应该邀请 新的那些理想 广泛加入这里的结构 但是有不同的观点 还有所谓的 有意义的连接 这是联国发展目标 也讲到目标 涉及到一些私人的卫星 但是呢 我觉得不光关注色变化 同时我觉得体验的 这种高质量的体验 是否也应该关注 我觉得是否应该成为 所谓有意义接入的 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呢 政策设计方面 应该在这些 这个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进一步扩大 有意义的这个接入 Michelle Baugh 来自蒙特利尔 叫Equality这个机构工作 就是支持线上自由的一个机构 这是第一次参加 这个政策网络的会议 我们 希望能够搞一些 减少碎片化的治理 但是呢 我觉得 确实我觉得 这样的讨论是很难的 需要很多的时间 需要搞一些T的技术 所以呢 我想 要请大家 跟 我们就要搞一个 Splintercom 这样的会议 在蒙特拉举行 主要是那些 开发新的技术的人 来 起到桥梁的作用 帮助更多人 接入互联网 如果大家 对这样的进程感兴趣的话 这个在今年10月份 10月份的时候 到蒙特拉来举行 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谢谢 我觉得这个讨论非常的精彩 我有一个一般性的问题 我们信互联网是开放 没有包容 平等的机会 所有的人能够上网 但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 还有贸易的一些问题 因素 那么某些国家 通过法律 采取行动 或者是 落实一些 数字民族主义 数字主权 导致了这个互联网的碎片化 所以我的问题是 你刚才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但是考虑到互联网这里的架构 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呢 尤其在落地这些建议的时候 因为互联网在不断的变化 随着3.0互联网 3.0版的出现 它变得越来越复杂 那么技术的迅速发展 可能会伤害 影响到这些基本的原则 毫无 拉丁美洲互联网协会的 我们正在试图定义 这些互联网碎片化 那么网络中立这样的概念 但是我们无法就定义 达成共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尽量达成共识 那么尤其在讨论 我们需要的互联网的时候 从这个落地的角度 我们希望 不希望就说 看到哪些事情不会发生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讨论确实非常好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要更加的清晰的聚焦 要提出具体的建议 比方说对于政府来说 不要去封锁某些应用程序 不要专门通过在本国 造成本国互联网用户体验不同的政策 这些就有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建议 这些是我们应该去说的 那当然我也听到了同事们的见解 当我们不能够参加到某个平台 或者是网络空间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获得这个网络空间当中的信息 但是有的时候 比方说我想用抖音 或者想到亚马逊网站上购物 却无法做到 由于限制无法做到 这就会造成用户的体验的碎片化 还有呢 它有一些是属于碎片化 有一些是不属于碎片化 要分清楚 这样我们才能够打造一个 我们想要的互联网 我们十点半就必须要清场了 抱歉 然后呢 我们的讨论的开放期的评论期 会一直到10月20号 Jordan Ross Victoria 我们现在想请台上的几位嘉宾 在最后做一些补充 是的 但是我讲的也不会太多 我认为 刚才听到的几点是很关键的 很相关的 比方说 Bob Ever Lover 他要求我们的文件 讲得要更加具体 我们一方面要想让这个文件尽可能的减药 减明恶药 但是呢 有时候就这样的减药呢 就缺乏了细节 明月儿讲得也很好 讲到要保护创新 要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迭代 也讲到了关键基础设施 其实我们界定的 在这个文件当中也应该提出的 关键基础设施之一呢 就是要有一个开放的 具有操作性的架构 因为互联网呢 是由各个组成 能组建构成的 所以呢 在互联网发展迭代的过程当中 这样的一种开放性的架构 必须要予以保留 首先当我们有新的发明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发明 是不是能够推进到整个互联网当中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对创新的支持 同时也听到了建议 从IPv4要全面过渡到IPv6 但是这样的过渡 还是有一些技术上的难度 IPv6能够给到每一个人 自己专有的IP地址 这也是发明IPv6的初衷之一 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要确保即使过渡到IPv6了 那IPv6的标准是可以向后兼容的 也就是说呢 和IPv4的互联网继续保持兼容和互操作性 这此前呢 已经有20年的持续不断的开发工作了 当我们的行业机构 推出一个新的标准的时候呢 也要确保它具有互操作性 特别是对于关键基础事件而言 必须要有共同的IP互联网协议 不管它是IPv4还是IPv6 无论是哪个版本吧 我们知道互联网呢 它是要不断的发展和迭代 但是发展迭代的过程当中呢 要保持它的互操作性 那么最后一点呢 有一点讲的是要有意义的连接 我们现在在不断的讲 边缘的发展眼镜 实际上呢 这就是和有意义的连接挂上钩了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眼镜 又出现了贫富分化 一部分人能上网 一部分人不能上网 那就会又造成碎片化 比方说价格过高 一部分人不能够使用 这就是又会造成碎片化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互联网的 使用的过程当中 已经有差异化 或者碎片化的体验了 有一些网络服务 有一些人是用不起的 没有钱去用 所以呢 我们要确保有连接意愿的人 都能够给他们连接 Ross 非常感谢 对 你这个讲 这个正好过渡到 我想讲的话了 我想围绕着一开始 讲的本地语言支持 这又想回到我们 更加宽广的一个主题 就是咱们有一章是讲到 要包容 全球互联网治理机构当中呢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的强调 本地语言的支持 让当地的人 无论他来自于哪个地区 来自于哪种文化 他都能够有效地参与 这一点呢 我也想接着放大讲一讲 而且呢 刚才也听到有代表 讲到了每个地区的具体的情况 我也想进一步的强调 IGF的全球和地区倡议的重要性 因为这些倡议呢 都是基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 那么在这些倡议当中呢 各个地区的人群都能够参与进来 讲他们在当地有哪些特点 所以互联网 我们也讲到互联网治理机构之间 要加强协作 而且呢 要把这些彼此割裂的空间呢 去打通 两周前我参加了非洲的IGF会议 参会的经历呢 也是非常的精彩 非常有帮助 听到了很多来自于非洲的见解 但是我们要确保这些见解呢 能够去融入到 围绕着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讨论当中 都能够有效地得到反应 非常感谢大家 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积极的参与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的评论期呢 还是开放的 大家在这桌当中有新的讲法 请随时提出 我刚才也讲了 我们现在这点时间不可能吧 所有问题都谈到 后面请大家继续和我们接触 继续来评论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一些评论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说 实际上用户体验碎片化呢 它是一个大象 我们每一个人呢 他摸到大象的一部分 就认为自己呢 看到的是整个大象 就觉得自己描述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用户体验 碎片化的全部了 你像我欧洲的朋友也会讲 用户体验碎片化 所以首先我们要达成一个通用的定义 在定义上要达成公式 什么是用户体验碎片化 什么是互联网碎片化 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的话呢 我们也就无从谈起 那么第二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说 我们的初衷是一个统一的 涵盖整个地球的互联网 但是实际上呢 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样 语言不一样 价值观不一样 利益不一样 而且我们也要尊重各个当地的实际情况 包括每个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性 而且世界上的每一个公民 也要能够对于互联网的发展 有机会提出自己的建议 而不仅仅是能够让互联网的 这些主导的力量才有发言权 这些方方面面之间 都要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 好了 对于前一部分发言的 我们已经没有机会 再给你们回应的机会了 但是这段会以后通过互联网 或者通过直接来找我们 我们还可以继续交流 我们的这个文件的评论期 是到10月20号截止 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沟通 我们也有做了一套宽农片 来归纳已经做了工作 我们启动这个政策网络的初衷 是增加透明度和清晰度 应对复杂的或者有争议性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就像互联网一样 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框架 不断进展之中的工作 所以请大家也加入我们 一起继续推进这项工作 再次感谢各位的道会 感谢各位的发言 感谢起草小组的成员 感谢各位的积极的参与 以及为这份文件付出的心血 也请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IGF期间我们这几天都会在 大家也可以直接来和我们交流 还少说了什么了吗 没有 能不能把幻灯片再调出来 因为这个幻灯片里面有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看一下BNIF的网站上 大家能够找到我们的讨论文件 并且可以在网上提交你们的评论 好 我就做这一点补充 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